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岳野一组在贵州大队 然后在这个碧杰的直径洞 那个位置举办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 举办了一个岳野一组年会 然后呢 那年是头一天看表演嘛 头一天就去穿越 但到一个坡上的时候 现在讲的就是那款上汽大通D90 那个是个销售 他就开着这个上汽大通D90去去了 知道吧 你像我说了 我们那些 当时我开的是那个猎豹的那个黑金刚 我都感觉我那个都不敢去 然后呢 那个上汽大通的D90的那个销售 他去的 他给我来一句 他说其他车都上不去 我都想去试一会 我当时也忍住了 没打击他 咋的 因为他那个换的还是个那个叫什么 还不是人家改装过的那种越野胎 还是那种一般的普通轮胎 知道吧 一般的那种普通的轮胎 然后呢 就那种公路胎 然后呢 他说他要去试一下 我说你这个就 算了吧 当时还有个轮胎是爆的 换了一个备胎 那个备胎 不能不累的 和三个这个行驶胎啊 完全就是非常不协调 还是个铁铛圈 我说你这个还能去 还能去这个叫什么 去和人家那个爬那种婆婆 人家那个猛琴 人家那个吉姆尼 那都是重度改装去的 你还 还不自料理的 想说 说这个要去 和人家一叫高下 我去 人家 当时3.5的普拉多 不 3.6 4.0的普拉多 带两把锁 轮胎不是那种越野胎啊 就一般的公路胎 人家都不敢去走 人家上去大 第九龄的 小舍我都不知道 从哪儿来的勇气 我靠 把我搞搞懵了 知道吧 哎呀 我说这个 后面我都没说啥了 知道吧 我说这个 设计啊 真的很重要 还有做工的这个精美 也很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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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